大家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将狗进阶开发课程的第三次课 然后使用金家尔来替换将狗默认的模板引擎 首先我们来看这次课的一个主要内容 我们主要就是对金家尔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如何用金家尔来替换将狗自带的一个模板引擎 最后在将狗中简单的使用这个金家尔 然后金家尔呢,它是一个现代的设计友好的仿照这个将狗模板的一个Python模板语言 它速度快,被广泛使用 而且提供了可选的沙星模板执行环境来保证安全 简而言之,这个金家尔它就是原来使用金家模板语 简而言之呢,金家尔它的开发者就是原来使用将狗模板语言的 但是后来又模仿这个将狗模板语言开发一套新的这个金家尔的一个模板语言 但是它保留了很多这个将狗模板语言的影子 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 首先我们需要在将狗中来配置这个金家尔的这个环境 我们就首先要安装这个金家尔的这个包 我们在这个当前的虚拟环境下 然后用Pype install金家尔就可以安装这个金家尔的包了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打开上一节的这个项目 我们就是看在原有的将狗项目的基础上如何来配置这个金家尔这个模板语言 我们看一下,首先呢,我们需要在这个myblog这个project下去新建一个金家尔它环境的一个构建的一个函数 然后叫金家尔,然后叫金家尔,我们这里边去from,金家尔,import,就是它的环境的一个构建 然后呢,它接受这个setting的options的这些 然后呢,把这些options给传进去 把这个变量给返回回去 接着我们就需要在setting里面去设置它 我们看前的setting里面这个templates 它就backends jungle templates 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把这个backends给切换掉 比如说就是金家尔,金家尔,金家尔,然后呢 我们options要添加它这个金家环境变量的构造位置 就是我们刚才的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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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就不要了 接着呢 我们就要指定kinjata模板文件的位置 os.test.join.based.gmr 然后呢 我们就其实就是在pulse 在这个它的templates下 我们配置好几个kinjata模板文件的位置之后 我们对这个模板文件进行一个简单的修改发之前的这些全部都删掉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显示 我们打开我们的主页 看它显示是否正常 我们看到它打出了这个欢迎来到江沟进阶课程 它显示是正常的 接着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 如何使用这个金甲模板语言 金甲它与江沟的模板十分相似 很多语法元素看在一样 其实实际效果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去使用它 我们在这个views里边去发挥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发挥这个template templ value 然后呢123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往文件里边去使用它 看一下 它是很类似的 执行语句forie 这个templ value 然后呢end for 然后这个两个大过号去显示 然后我们打开主页 看到的显示结果 我们就看到它输出了这个list的值123 我们就知道在这个金甲里边它可以用大过号加一个这个分号来执行语句 然后用两个大过号来输出结果到模板 将狗不同的是它可以在大过号两个大过号里边去执行一些运算 比如说可以直接的进行加法 比如说可以直接的进行加法 一加二 然后比如说一除一二 比如说10对这个三取鱼 嗯 比如说还可以进行这个乘方的一个运算 我也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果 比如说它就把这个一加二显示三 然后呢一除二0.5 然后二的三四方就是8 它就这样给算出来了 在这个缰口中 我们要指定一个编定的时候需要用这个位置这个语法 但是呢在这个金甲里边就可以直接使用set进行复制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set type int 等于10 我们就可以打印它 temp 可以看一下 它就会把这个10给打印出来 看一下8之后就显示了这个10 看这样就是说非常的方便 当然在金甲二中 它的这个分支判断条件操作符 逻辑连接符 与江口的写法是相同的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加这个判断 if 如果它等于1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打印出来 就看到123它就只会打印1了 我们看这个地方只打印了1 当然在金甲中也可以使用这个过滤器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使用它的这个首字母大写的这个过滤器 ABC 然后叫capitalize capitalize 我们可以同样可以使用它的这个绝对值 ABS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显示 ABC 这个字母大写了 然后灰的绝对值1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金甲二中自定义 然后过滤器 如何自定义过滤器呢 这与江口自定义过滤器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之前的时候 是在这个power filter里面定义了一些过滤器 cut filter lower这些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这些江口的东西全部干掉 我们只留下这个过滤器的函数 然后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环境这个变量里边去注册它 builder就在这里边 然后我们引入from pulltemplates tag 代表 for filter import lower 比如说我们给它注册成Alan lower 等于lower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模板里去使用它 比如说我们再把它给大写了 手这么大写 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把它给小写 Alan lower 看一下它的结果 我们看原来是ABC A是大写 然后现在ABC全部变成小写了 我们的自定义过滤器也起作用了 当然G9R它也支持类似江口的这个标签 不过在G9R中它叫extension 扩展 也可以自定义扩展 大家下去可以进行了解 本次课呢 我们主要对这个G9R进行的简单的介绍 学会了如何使用这个G9R来替换 江口的自带的模板 然后在江口中如何简单的使用这个G9R 当然呢 我们还可以对这个G9R和江口自带的模板进行一个混合使用 大家下去可以简单的练习一下 这次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先由简单的练习一下